真言第九章 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 凿成七根柱子 他宰杀牲口 调配美酒 摆设沿席 他拆派几个使女出去 自己又在城里的高处呼喊 谁是渔蒙人 可以到这里来 又对无知的人说 你们都来 吃我的饼 和我调配的酒 渔蒙人啊 你们要丢弃于蒙 就可以存活 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纠正好讥笑人的 必自招耻辱 责备恶人的 必遭受羞辱 你不要责备好讥笑人的 免得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有智慧 只教义人 他就增加学问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 就是聪明 因为 借着我 你的日子 就必增多 你一生的年岁 也必加添 如果你有智慧 你的智慧 必使你得意 如果你 讥笑人 你就必独自担当 一切后果 愚昧的妇人 喧哗不停 他是渔蒙 一无所知 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向过路的人呼叫 就是向往前执行的人呼叫 谁是渔蒙人 可以到这里来 又对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在暗中吃的饼是美味的 人却不知道 他那里充满阴魂 他的客人是在阴间的深处 大家 relocal开 能 优优独特 感谢观看